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ury Pro Grappling 6比赛两人的比赛量级为61.2千克除量级 也都是以日常体重参赛 罗斯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他的对手罗伯特森就不被国内全民熟知 不过也绝对是一位硬查 1995年出生的罗伯特森今年27岁 身高165厘米 臂战160厘米 职业战绩11胜7辅 在UFC的战绩 八胜五负六次降服一次KO TKO 目前在女子赢量级参赛 比罗斯级别稍大 但是并没有UFC排名 仅被Topology排在世界第21位 不过罗伯特森有着巴西柔树黑带 并且经常参加缠斗比赛经验丰富 还以六次降服 成为UFC女子量级中降服终结最多的选手 通过这些信息也能看出 罗伯特森在地面上的实力绝对不俗 此次降服罗斯也并不意外 而就在昨天 张伟丽也传来了好消息 练习巴西柔树十年 踏升到了巴西柔树宗代 回想起与罗斯比赛的画面 在第三回合张伟丽就差点在地面终结罗斯 不过后两回合张伟丽体能下降 又被罗斯战的先机摔倒 又夺回了地面压制的优势 今年在与乔安娜和卡拉的比赛中 张伟丽在地面展现出了巨大的进步 未来如果与罗斯三番战 针对对方暴露出的缠斗缺点进攻 想必会取得很大的效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